不知道是效果,特別是點綴 所以,那個外面好像不停了,但又好像軍藍 但是要吃到它的層次,甜中大清甜 今天想說什麼呢? What's up 又是我,So So Jason 今天我想開始一個新的系列 這個系列是關於我們走進全港的不同地區的食肆 找出我們香港的傳統小食 同價錢 那今天我們的主題,燒賣 Compare 下究竟是越貴越好吃,還是原來便宜的東西都是好東西 事不宜遲,今天帶大家去,Let's go 原來今天的燒賣,以前並不是燒賣 燒的時候就已經有燒賣賣了 根據博通市研解,以前的燒賣就叫做素酸鹹酸 是由麥麵製成的薄皮包著肉來蒸 因為以前的燒賣是低下的菜牛 為什麼呢?因為這個皮是用包雲吞的皮不夠了 那怎麼辦呢? 老闆就叫做爆雲吞的燒賣 我形成這個燒賣突出這個狀態 之前呢,也都經過很多轉變 絕紙包 絕紙包更加難聽,更加不暗 因為這個燒賣,曾經燒賣是用燒的過程 那它就叫做燒麥 燒麥,燒麥,燒麥 那現在呢 直接叫做燒麥 Knowing 一間來選這間餐廳 其實除了這間餐廳也不是異性以外 它是是由13-20 今年才是異性 重量就是這個燒賣不像其他的燒賣 是海鮮的燒賣 我們這個星斑燒賣 上面那個就是炸薑絲 Sun dry tomato 是炸過的 另外就有這個用東星斑做燒賣 這個就是剛才剛才剛才講過 上面炸的薑絲 從外面炸的薑絲給大家試吃 那原來這個 我剛才講的是星斑 因為同樣一起炸一盤 可以放一盤 海鮮混合 混合在這裡 今天主要是介紹魚肉燒賣 因為魚肉燒賣 它完全使用到魚肉 變成像星斑肉 這個蛋 對 有一點點的 可以給大家 就是它那個粉 可能會蓋過它 那個斑 那點了辣油之後 就感覺到 和我們平民 傳統的 雙鮮和黃色 開口的味道 就開始混合 即是紅麵 或者比較隨便 我覺得剛剛那種味道 就很好 這個呢 就試試一下 我覺得吃不出星斑 如果說今天是不是天然的星斑 但其實第二道菜 不知道是 是 多少間人 那之後呢 那個魚肉燒賣計劃 第一個燒賣是不需要 第二個燒賣 也是同樣的價錢 燒賣 是一個燒賣 零點一邊 是北海道大紙 另一邊是北海道大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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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是大紙 蓋了一些炸除了葉柱 那見到它呢 其實已經有些多汁 但我不知道它用什麼 還是怎樣去鎖住 即是直蒸了一邊 好不好吃呢 大紙和燒賣 醬油都不吃 裡面呢 滿滿的餡 好像是全本酒樓吃的燒賣 好像你們說 那裡的燒賣 是否真是 best match 可能 不是 我一定是 但是 大紙和燒賣 肉是有 吃過 薑絲炸薑絲 好像有味道 第一口 好像沒什麼 但是之後 好像有些薑的 口味 風味 就是總之 最好吃的 都是最好吃的 都是 比較其他的 其他的 先 現在吃的是 紫薯 糯米刺 和牛油曲奇 先吃了一個紫色 它是 它是 出面的紫薯 很明顯 看到它是 石仔狗 其實我真的 在吃著 薑仔 真的有感覺 它不太好吃 因為更加是 支持我 而不是 情侶 而是甜品 但好像 普通的餅 真的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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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懂我脆的 聽不懂 聽不懂 這是 比較脆的 風化 風化的 聽不懂 聽不懂 那這裏有特別的 是 是米芝蓮的 沒有人 說不懂 但 以這裏來講 它真是 加好 分 也 也是 很 就像這裏 是 那裏 但 它是 牛油曲奇 它的 它是 它的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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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 A few moments later 超賣好不好吃? 很飽 旁邊?西餐 很小碟嗎? 很專業 很多人來吃 好貴 你看這裡 誰來的 真的有灰 沒辦法了 來到高生粉果燒賣 就是在大澳 全港所需的燒賣 這間燒賣應該是賣 價錢應該相對多少錢 牛肉燒賣 肉燒賣 應該是一個多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牛肉燒賣是怎樣做的 是啊 你的過程跟外面有什麼分別 是自己做的 就是自家做的 自家做的魚肉 OK 整個過程都是自己做的 不如給一吋魚肉燒賣 不如給一吋魚肉燒賣 不怕 那麼大就很早做 就是 好 好 好 全部都要 因為我去的那個外貌 是非常好看的 晶瑩剔透 很煙 它不是很硬 它剛剛好 因為魚肉可以看到 它是很硬 魚香味很濃 很濃 像是 Yarney的朋友 是可以的 那些粉味 它之前吃到魚 會相較吃 而且它不是完全沒有加工 那個感覺 所以 我老闆娘應該是 我覺得我全都是 都去口罩 真的有氣 到它 5个人 它是 有點貴 10歲 到幾多 只要再加 超棒 哇 它真的挺好吃 雷肉好笑 好啊 招買就吃完 這次總共去了兩個地方 本身打算去三個 不過可能新年 當期很多店鋪已經 早點收錄 還有沒有電話打過去 那就沒辦法 去確定到那個時間了 那我轉片段都想的 快點出到 給大家去看到 好 那我們就去了 大部這個 高山燒賣 另一道 我們就去了 天龍軒 尖山一咀 是原坊的天龍軒 其實兩邊的燒賣都很好吃的 不過如果你說 我自己選 用魚肉燒賣的角度來說 就不用想的 就一定是 平民價 那個魚肉燒賣 價錢來說 CP值是最高的 首先去那個 魚肉 它是自己打 你吃得出 那個魚味是很重的 它是 你是會繼續想吃的 這是一個小吃 但是如果在天龍軒 拿一隻燒賣 就感覺上 它說它又升了那個魚肉 在這裡 但你可能不是很吃得出 而我價錢也是 五十塊一盒 左右 所以 就 不是很需要猶豫 基本上 今天這個 comparison 所以 一定是會選 平民燒賣 高山燒賣 高山燒賣 還有聽老闆娘說 原來這個高山燒賣 不是只有大堡油 沙圓機灣 還有那個 沙錢 忘了 都說多次 在這個series的飲食節目 叫我不會特別偏幫那邊 好事就好事 今天就說這麼多有什麼 下集再更新 下集影片見,bye 上面就有生蠔鹽子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中人合併 其實裡面呢 可以看一下 裡面是很多水分 鎖了很多 這個入口就是非常軟熟 味道都很配 那些甜味可能是生蠔鹽子 本身大油 加上裡面的蛋白和雞 其實是黑到很舒服 這樣 我沒有什麼可以吃的 所以 起碼是 做人類的現成這樣 我覺得 應該是可以這樣 因為這個甜味很厲害 你是不是掃了一些醬 可以怎樣 很油膩 因為用那個 用這些 冰糖水 然後呢 然後呢 再鋪上去 我是吃到 不從外面的那些 不知的效果 就是特別是 剪墜的 那樣子 那樣子 好像 好像軍藍 但是呢 要吃到它的層次 有啊 全中大清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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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